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這個特備短打 講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何錦麗和特朗普的第一場對決 第一場辯論 今天短短一點 我想我爭取四個字講完 不想講那麼長 長一點的我會想遲一點 再隔多幾天再看看有什麼事情發生 到時統合一起再講 現在先簡單講一講這場辯論 首先整場辯論的觀感計 你問我的評語就是世紀最差辯論的某程度上 所謂世紀最差不是說雙方的表現或者策略能力 而是雙方其實都很空洞 雖然總統辯論一向都遇到空洞 但空洞得來一般都會說 有些時候都會觸及一些政策 一些將來的內容 但基本上這次是沒有的 這次完全是黎張摔角 基本上就是大家鬥鬧對方 當然他不是鬥鬧爆粗那些 但大家鬥互相攻擊 而且攻擊力是無密的 基本上 這個是整體的觀感 而第二也是差的事情 你問我就是 雙方都沒有一種很臨場應變 沒有一句話是可以有金句 沒有什麼金句可以拿出街 如果辯論到有些很正的時刻是沒有什麼 你不像像列根當年和卡特辯論 卡特在說什麼 你又來了 那個樣子是比他要說任何話 因為那個樣子才是最差的 但又過癮 那個是陳冠希式的笑容 在此笑卡特在說什麼 但這次辯論我看不到這些時刻 其實整場辯論你問我 撇除了個人攻擊位其實我是很悶的 也不過癮 沒有什麼好笑位 沒有什麼串串攻擊的好笑位 這是第二件事 是整體的 如果說兩位候選人的表現來說 這次明顯賀錦麗勝一籌 你說勝很多不是勝一籌 那勝一籌是怎樣叫勝一籌呢 我的看法就是個人定義就是 雙方有沒有辦法隱藏自己的弱點 發揮自己的長處 然後用這件事去吸引中間搖擺的選民 而在這一方面 賀錦麗不是說他自己可以有多吸引選民 而是他成功地令特朗普發揮不到 賀錦麗本身的弱點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挺不熟悉的 除了法律部分之外 其實他很不熟悉的 對於很多政策 其實他也是很不熟悉的 問數字他也未必記得或清 這個是他和2016年希拉里最大的分別 希拉里就是真的很熟悉的 但希拉里的問題就是他因為太熟悉 他是一個精英 但賀錦麗就知道自己不熟悉 所以乾脆就不用政策來打 第一就是逼得特朗普發瘋 讓特朗普口不擇言 然後他不需要再攻擊下去 即是繼續聊 讓特朗普自己自毀 第二就是打感情牌 講故事 這就是賀錦麗的整個strategy 就變了揚場秘短了 他擅長說說故事 以他少數族裔的身份 以他女性的身份 專門講故事 例如說abortion 墮胎 特朗普說我們將權利留給州 由每個州的人民自己投票決定 本來這是一個valid reason 但是賀錦麗的辣位就是 他不是跟你說法律 或者說理由應不應該 而是他直接說的是 你是不是要每個女人 甚至是被強姦的 或者是被親人亂倫的 壞了業種 我是不是都不可以abort他 還有就是 你說每個stay可以決定 但如果我在stay裡 是不讓我去墮胎的 我是不是要長途拔蝕 去另一個stay 去找一個我不認識的醫生 他也不認識我 他也不會care我 也沒有我病歷的醫生 然後由他來照顧我呢 甚至分分鐘我的醫療保險 是不cover那個stay的 那怎麼辦呢 這些很實際的問題 一扔下去的話 你特朗普是回答不了的 你說這些位置 你沒辦法回答下去 何錦麗就很擅長 不斷拿這些故事 Immigration也好 Abortion也好 甚至讀毒品分泰 那些相關的東西 也好 所有這些事情 他全部可以講講故事 再不然就把球 踢到特朗普 包括Inflation 所有事情都是 Inflation 怎樣 其實一些人很慘 但是很慘得來 那怎樣幫助他們呢 除了你的housing plan 其實你沒有內容 你問下去 你問一問 追問何錦麗 你的housing plan有什麼內容 其實他什麼都回答不了 他沒有計劃的 其實他只有一個名字 有名字 沒有內容 但接著他就轉手 可以去 踢回特朗普 你那些task plan 你只是幫助有錢人 你弄到一些人 一樣生活不了 Inflation 你沒辦法解決 但 你就把球踢回特朗普 但你呢 我解決不了Inflation 但你能否解決到 這個disparity的問題 就是貧富懸殊的問題 你能否解決到 窮人生活的問題 不會 你也解決不了 然後有少許八婆味 你就是有錢人出身 你只是幫你 有錢朋友而已 那 特朗普當然是火滾 一火滾 一跟他說 一吵下去 就只會說 喂 我會切石油 即是石油 我會做什麼 然後賀錦麗問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去打關稅 打這麼高關稅 我們的Inflation影響 那怎麼辦 那 他就說 Inflation 在我任內沒有 沒有Inflation 但你回答的那些 是你任內的確沒有Inflation 打了關稅 但那是以前的事 喂 大哥 世事已變 但賀錦麗很明顯 就是引你進去這些局 讓你和他去鬥爭 讓你自己自辯辯護 這些很標準的 做慣檢察官的那些法庭上的招數 逼你自辯 讓你自己去說 說到你亂了 他就可以繼續搶你 好像盤犯那樣去盤 這些就是賀錦麗的法庭功夫 就是用這些招數去對付特朗普 明顯的特朗普就是這一次 我之所以說他失敗的位置就是 他無法保持冷靜 亦都無法保持連貫的攻擊 其實對於對付賀錦麗來計 其中有一個位置其實他是弱的 亦都可以對付到他的 就是關於fracking問題 fracking就是所謂開採葉癌器有的問題 因為賀錦麗其實大家知道是變色龍 這個連主持人都問過賀錦麗 你曾經幾樣東西 無論是毒品也好 入境也好 乃至能源也好 你曾經都是支持很左膠的東西 但為何你現在又轉世態 這個他一直都被人救病 說他現在是一個變色龍 沒有信念 那他賀錦麗已經立刻要Defend自己 不是 我有信念 我沒有變 但為何你會跟回另一些政策 你又沒有解到話 但特朗普就沒有成性追擊 這些位置其實你可以用政策夾 fracking這個位置很難回答你 因為實際上你一搞這個能源的話 你不去給這個fracking 你美國就要用貴的石油 你的inflation 你至少其中一環你解決不了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就會得罪整班環保傭 環保傭這陣子 如果你要擁護賀錦麗的話 如果你要擁護這群環保傭 那你大膜的inflation 你怎麼搞呢 現在inflation 雖然說好像緩和了 但其實都不是緩和的 其實都是貴的 是增長速率慢了 但都是高的 比以前都高的 都是三點幾個percent 你不可以自己掩耳道靈 你要跟2019年COVID之前比 COVID之前只有2個percent 2點幾個percent 現在3點幾個percent 是不是 這些位置 其實特朗普應該是可以攻擊的 攻擊下去 何敢來回答你 我們不是靠政府養 我們是要令到行業做大 這個行業是可以sustainable 不只是energy sustainable 是行業都可以sustainable 所以我不是反對環保 我沒有反對過這些事情 我只是將它生意來看 如果這個在商延商的生意是好 為什麼不 你就做 你就提供供應 沒問題的 只要美國人整體的inflation 又低了 而與此同時 我們可以擴張 為什麼不 你就避開 不需要說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其實從頭到尾 你不需要當是真還是假 你將這個問題一轉轉下去 就是你是不是能生存到 還是你覺得我們要用 Test Pay and Money 每天都在那裡吊著它 而他們運作得沒有效率 我們不是騷亂 一句你可以打回頭 但那些位置沒有誠勝 一直進去 而且那些位置迫下去 何敢來很難回答你 他結果就說 我們都要買時間 用fracking來 那就搞定了 你要買時間 即是你所謂的sustainable energy 本身不是一個sustainable business 即是未夠成熟 是不是 而你特朗普 別人要質疑你 你不用質疑我 我後面就是Eon Musk 他做開這件事 他比我熟悉 你覺得他熟悉還是你熟悉 那就收人工 如果是這樣 還可以夾下去 你要去什麼 National Security 你說我去親俄 你說我這樣那樣 當然不是 我要National Security 我們不可以被外國拿我們春袋 包括俄國 你想撇清的話 你可以在這些位置撇清 我們用我們國家自己的能源 我們不給錢給俄老賺 我用這種方式 然後你就可以拉下去 如果我要普京和澤連斯基談判的話 我們手上其中一個牌就是這樣 那你就可以打通了 但特朗普沒有 明顯地發老毛 然後我不知道他事前 他的謀臣有沒有跟他練習過 或者這些位置有沒有跟他說過 特朗普有些位置不要亂發脾氣 或者不要亂去嘴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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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那些有時候有一股聰明的味道 那些好像很串嘴 好像好什麼 但有時候說出來那些就像鄉下阿伯 為何這麼說呢 其中一件事 例如他反移民 移民 如果是Illegal Immigrant 本身就應該戒掉他 這個根本不用問的 你直接一句說下去 賀錦麗道 你曾經做過DA的 又做過AG的 你告訴我 是不是可以容許非法移民 為何現在你 其實他問過他 為何你現在無緣無故就跟我政策 去到尾 你還可以發揮下去 這些位置 但是他很壞不壞 就是拿 在Springfield那裡 因為早前傳過這些小道消息 Springfield那裡 那些海地移民 吃貓吃狗的 吵了教 那些有可能是有這些 但除非你有肯定 最慘就是 特朗普說這些故事的時候 主持人說我們派人調查過沒有 沒有這些事 沒有實據 特朗普說 繞完一輪圈 臨到尾 主持人說我們都發覺沒有實據 我會找證據給你看 你死了 特朗普說這句 你不說這句也更好 你堅持有就行了 總之我說我有 但你不是說我會找到給你的 即是你手上承認現在沒有了 你只是說故事而已 那你便中伏 這些就是不冷靜出來的後果 以為拿這些東西來絕殺人 這些東西在你自己的同溫層裡說 有很多人相信 但你現在是全國電視辯論的 大哥 你現在不是只對著同溫層說話 同溫層那些人 他們是否也要支持你的 你要跟同溫層以外的人 那些人 因為你現在要拿中間選票 你要拿搖擺票 你要拿那些票拿過去才行 對不對 那你拿不到 另外創造就業那些也沒有長期擺位 你只是罵何錦麗 你創造不了就業 但你打中國關稅 那後面那半手東西是怎樣呢 打完關稅之後數 那塊錢是政府的錢多了 突出來那塊錢 然後怎樣做呢 拿來用在哪裡呢 怎樣可以幫到美國的就業 怎樣可以幫到美國的企業 又沒有發揮下去了 那所以很多位置就是明明是可以讓你發揮 你發揮不到 那變成了就是 被怒氣去驅使到它 結果就是明明應該是可以去夾賀錦麗 或者到一場反問賀錦麗的位置 浪費了 那所以你問我呢 整體策略上呢 當然就是 我也是賀錦麗贏了 因為賀錦麗成功地掩飾了他自己的弱點 不熟書的弱點 而令到特朗普自己失態 令到特朗普自己浪費了一些無謂的時間去攻擊一些無謂的位置 甚至拿一些自己都手上沒有證據的東西拿來說 你這樣不行的 對著你自己的選民說就沒問題了 你現在要對全國的人想拉中間的票 你說這些東西沒有人相信的 大哥 當場你承認了 你要是死口不承認又算數 你要證據 我那個平台有 但當然你這樣說 人家真的問你拿 你拿不到你就死定了 那你最後不是 又壞壞的櫃說沒有 但當你壞壞的說 我沒有證據 那你就大壞了 現在手上沒有證據 那你說什麼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Medicare那裡 又是被人將軍 明顯地準備得不足 Medicare那裡是怎樣的 這個就是主持人向他發問的 就不是阿賀雞的 但Medicare那位置就是 你奧巴馬care那裡 你又說很討厭奧巴馬care 但你現在又保持奧巴馬care 在你任內 你也是抄我的東西而已 那特朗普說 我有得他Rodge這樣 那主持人都說 那你現在有什麼計劃 你可不可以說過你的計劃 你說別人的計劃 不要你的計劃 然後特朗普回答 又是失態 我沒有 我現在都未做總統 我做完總統便會有 那你就大壞了 即是沒有準備 你不是吧 這些答案你不回答得出口 即是等於 上一次你和拜登辯論的時候 你問到拜登口啞 拜登亂說話一樣 你現在都在這樣 你不是吧 這些又是失分的 另外一個位置更加失分的就是 講到在國際關係那一段 那你串賀錦麗 即是沒有了道 不熟這些東西 沒有問題 但是你不要說 不要拿著奧爾班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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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一群 右翼裡面 不是最本土家 或者宗教人 那些人都不會喜歡 這些人 你拿一群獨裁者 或者一群專政者 走來賭取你自己 Vector Orban 這條混蛋 大哥 在美國主流都認為他混蛋 這個位置不分左右 甚至不分是否本土 除非是很極端的本土 不是稍微 叫做本土少少的那些 都受不了他 大哥 你拿著奧爾班來 來賭取你自己 你不肯是 你猛了嗎 說奧爾班說我是強忍 你就覺得很威風 接著就讓賀雞多玩你兩次 賀雞就說 是呀是呀 人家奉承你兩次 你就上了頭 我們是不是要一個這樣的領導 一群人當你小丑玩 那他更加興 只是更加興 只是說說 這個又說你不行 那個又說你不行 全部就是拿一群獨裁者說自己厲害 那你就中伏了 中得很厲害 接著還要說 你本來串溝 何錦麗他們說 喂 你國際 那些阿富汗那件事 賴屎賴屎賴屎 搞到別人欺負我們 不要緊 OK的 但是當你後面講講講 說到 喂大哥 你這群人喜歡搞戰爭 你們忘記了俄羅斯有核武 有核武 他們 你是不是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你就死定了 就是你逼澤連司機 要去講和 原因你怕第三次世界大戰 本來就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以後 只要有擁核國 然後走去哈格尼那個 然後跟著就告訴你 你美國敢光涉 我就動用核武 然後你就back down 如果是這樣 你怎麼做全球大佬 還有你阿川普自豪雕王 你這樣叫做雕 你不是吧 這個都被賀錦麗串埋 那你阿川普就失言 雖然背後可能是真的要這樣想 但有些事情不能說出來 現在你還沒做總統 就算做總統都不能說 很多背後有些交易 你不能這麼快把牌全都攤出來 你這樣攤出來 我相信他未必完全是刻意 我想他上了頭 這個人 控制不住自己的口 一說出來 想著嚇咎你們 他的支持者在裡面很多是反戰 是本土交 他們根本不想干涉任何國際事務 但你要明白 美國今時今日 不能回頭 你說這些 大把中間派都不會理會你 你傻的嗎 你覺得真的可以拉到中間派的票 因為你的形象是強人形象 但你現在原來告訴別人 你不是英雄 你是狗熊 原來只要別人有核武空 你就會退 那這些就失言 這些就是自己上了頭 所以阿川普在幾面 贏命是應該拿分位都拿不到分 甚至失了分 以至到整件事事後 事後還要再開記者會 去霍氏那裡 去上霍氏的spin room 再去接受訪問 然後問答 然後說主持人不公平 你問我主持人是否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 不說得上 有沒有偏好賀錦麗 怎麼也有些 尤其是一開局先問賀錦麗 而且讓賀錦麗設定的項目 那些是對賀錦麗有利的 尤其是一開局 我現在應該說 死定就沒有意思 在美國文化裡面 你要適應錯 即是你要有 regret 那個 regret 那個 regret 就是 你沒有想到會發生這些事 我 regret 就是我當初 即是 那句話是不是說得不對呢 尤其是你在某些文章裡說 有某些不是文章 有某些位置說 我都認我自己可能有少許問題 可能有些過了火 那你認了現在又說不認 那你就很糟糕 而且 但是賀錦麗明是拿這位位來 拉興特朗普 那所以特朗普這次是失了位 所以搞到你時候還要再開一次 去Fox那裡 在自己的地方 接受自己人訪問 然後去解釋 但是你這樣已經輸了一著 已經是 那這樣的情況下 賀錦麗的選情 就暫時看張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個性 但是你說會不會大勝 也都不像會 因為賀錦麗真是也很不熟書 你問那些政策 其實他也是不知道的 你試一問多兩轉 他就馬上死了 不過你特朗普沒有機會去問他 你跟他打了另一張摔角 但是就無論如何 第一場辯論已經完了 已經是 賀錦麗叫做贏了一點 但是你說 對於他的民望增加多少 或者報告裡面增加多少 增加少少 你說大幅轉向也都不見得會 我認為應該暫時不會 但是對賀錦麗應該是有利多些 當然我們可以再看看賠率和股市 如果股市來看就暫時沒有什麼反應 也不會因為有Harris Tray 他們覺得會很嚴重 因為大家除了在估計總統的結果 大家都在估計國會 而國會上 共和黨在參議院 那裡應該有些優勢 因為這次改選裡面 共和黨那些不用怎麼改選 全部都是改選民主黨 所以民主黨那裡只要一兩個 直筆了題 基本上共和黨可以控制到參議院 控制到參議院的話 實際上就是 就算賀錦麗當選 你什麼政策都不是那麼容易過 反而這個情況的機會高一點 是的 那大概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先講到這麼多 這個是即時的 給大家短打簡單的分析 再詳細一點 再看這兩天 我看看情況 然後再跟大家再講過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讚好和分享和訂閱 還有Superfans 打賞一下我 Payme我 或者不是Payme 這個FPS我 那好吧請我喝咖啡 先講到這麼多 拜拜